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我又不是她的婆婆 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 她能不能在她的岗位 及时的给我交付结果 我又没有要求她 多默陪着我出差 我也没有违反劳动法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 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们必须要算着 红马绿马出差 出了北京就不能进北京 所以连续出差50天 是时间最合理 最优化的方式了 那我比你大十几二十岁 我也没觉得苦没有累 我有两个孩子 我没有觉得苦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你老公受不了的 需要你回去 你要回去就回去 你要回去以后 男人跟着我出差50天 我不激励 我不掌心 你不觉得不公平吗 男朋友打电话 跟你要不要分手 说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这么在意 你男朋友支持你 不支持你 从此之安 我秒批 而且我根本没有义务 去了解你哭了还是没哭 吵架没吵 这不是我作为主管 该关心的事情 我不是你婆婆 我也不是你妈 我只关心这个结果 我们的关系 是不用关系 我又不是她的婆婆 你大十年 我也没觉得苦没有累 我有两个孩子 我没有觉得苦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13号星期一 一周的第一天 我们一起来吃一个大瓜 这个大瓜吃的有点晚了 为什么 就在上周五上周四左右 我的后台就有观众频频留言 你应该评论一下 百度副总裁瞿静的这个大瓜 我不得不感慨 我们的观众太会点题了 在过去很多次的选题当中 往往是我还没有聊 但是观众主动点的会成为报品 这个瞿静啊 我之所以晚一点聊 是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很有意思 现在市场上发酵的这些信息啊 有很多有很大的误导性 那为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我们先回顾一下 瞿静是前百度副总裁 负责公关业务 自称百度公关一号位 那在五月一号的那一天 曲静在抖音上发表了首个视频 陆续发布了什么观点呢 员工闹分手 提离职 我秒批 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等等言论 被网友评论 公关 给自己的公关 埋了一个陷阱 百度公司的公关一号位 亲自下场制造负面新闻 让大家对百度公司的价值观 引起了很大的质疑 那这个事情啊 还在发酵之中 据称 曲静已经离职 当然在离职之前啊 他就已经做好了安排 在深圳和他的助理 邹少欢一起 成立了 瓦咔瓦咔文化传播公司 早就做好了 自己下场亲自干的这个准备 那这个事情啊 网上的评论很多了 我给大家谈一谈我的看法 第一 网上的大部分舆论 包括很多传统媒体的舆论 把这个事情的因果啊 搞颠倒了 难道是因为 他在抖音上发表这些 对员工这么苛刻 这么刻薄的言论 导致他离职吗 不是 是他早就知道自己要离职 然后用这个方式 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 报复百度 报复李延宏 第二 积攒流量 拉一波流量 为自己将来 从事 直播带货 或者以个人IP 为特征的新的业务啊 打下一个基础 但是这种方式 说实话 也是引证止渴 那他为什么要离开百度呢 那在副总裁这个级别以上 百度是三年一聘 到今年八月份 随今啊 就到了续聘的时候了 所以五月份就应该收到续聘的通知 至少人力资源部 应该跟他谈一谈 续聘的事情 对吧 但是百度的人力资源并没有跟他谈 所以他就知道自己在百度的日子到头了 为了报复 泄愤 所以跳出来演了这么一出自导自演的这么一出戏 从这个角度讲 网上很多传统媒体把这个因果关系给搞颠倒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离职 百度内部啊 有个项目大家知道吗 叫一指禅啊 一指禅是什么 一键封喉 一个小指头啊 就能调动千军万马 在百度内部 徐静搞的这个一指禅是干啥的呢 他把所有涉及到百度业务的国家机关部门 中央门体 门户网站 主管宣传的主要领导 管信息管控的主要领导 尤其是相关部门的一正两副 三个负责人 他们的家庭成员 主要社会关系 利益相关人 都开始进行详尽的调查 而且这不是他个人行为啊 是百度的职务行为 他指挥公关部 搜集这些人的信息 做成档案 然后要干什么 要咳个击破 这就是隐私档案 那这个事情啊 是有法律风险的 严格说来 百度在徐静的指挥和李延红的默许之下 已经涉嫌有组织犯罪 为什么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百度更不是法外之地 中国已经有了这部法律 叫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 未经有关部门授权 或者你本身不是相关的 执法部门 你刻意的去搜集公民的个人信息啊 是违法的 在这方面啊 以前欧美的一些调查公司在中国搞这些市场调查 搜集个人信息都被判刑了 那更不用说啊 有个姓牛的小伙子 大家记得吗 他不就是在暗网里边玩的时候 发现了公主的身份证号码 以及相关的信息 公布出来 判了多少年 判了14年 所以这个百度啊 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犯罪集团 这么做绝对是违法的 那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才是啊 取景导致他被离职的关键原因 那当然随着他个人这么能捉啊 他不顾个人言论的影响 执意要向社会传递 把员工当工具压榨 不顾及情绪的不良的职场价值观 在中国引发了一轮舆论风暴 他个人的很多故事啊 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 比如说啊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我都不埋怨工作累工作苦 你有什么资格埋怨 他这个时候啊 是怼的他自己的助理 他的助理在疫情当中 陪着取景啊 去深圳出差 50天啊 人家小姑娘受不了了 说男朋友给他分手啊 等等等等 当然这都是冰山下的一角 取景就怼他们啊 就是说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我都没埋怨工作累 你埋怨什么啊 再说男朋友跟你闹分手 你是不是经常哭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们俩是雇佣关系 你如果 那意思就是 如果男朋友跟你闹分手 那你跟他分手就是了 对不对 隐含的意思是这样 再一个 你不愿意分手是吧 那你可以不干啊 你可以不干 你也可以不陪我出差50天 但是等到提职 加薪的时候 你也不用来找我要 因为如果我给了你的话 那对那些心甘情愿 跟我一起在深圳出差50天的同事 不就不公平了吗 而且如果你因为家庭有矛盾 来找我辞职 我秒批啊 我秒批 马上你就走人啊 这些东西 说实话 基于人情事故不符 更与 中国的有关法律不符嘛 啊 庄税民共和国劳动法 36条 38条 41条 42条 都说的很清楚 啊 要尊重劳动者啊 劳动者有权提前一个月 提出离职啊 那很多情况下 你的 作为雇主啊 你秒批 马上人家走人的这个 啊 做法 本身就是违法的 啊 所以这些东西 很难想象是百度的一个副总裁 说出来的 那更不用说 随着他自己冒出来啊 关于他的瓜越毛越多 比如说啊 比如说 他为什么在深圳出差50天 是因为他自己家就在深圳啊 啊 所以你这里面有conflict of interest 就是你本身啊 涉及啊 个人和公司利益啊 搅在了一起 更不用说 他有事没事 趁到比如说五一假期 十月一国庆假期之前 他就找机会去深圳出差 那出差个一两天 剩下七八天啊 他就在家里过节了 那你说你去深圳出了机票啊 住的酒店前几天 这不都是百度出的钱吗 啊 你后面接着又休假了 这严格说来啊 都是公器私用 都涉嫌啊 赚公司的便宜 更不用说 你还让你的助理跟你一起啊 在深圳待50天 你这么弄啊 那说实话 一般的公司啊 一般的员工 都会受不了的 那这个事情的情节啊 啊 并不复杂 很简单 那现在这些事情闹出来 我们把镜头啊 拉远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瞿静这个事情啊 他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乃在整个中国的 现在这个社交民情 国内的这个气氛 这些所谓精英人士的 这个啊 人设方面 他到底代表了什么啊 瞿静啊 是西安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毕业的 04年他毕业以后 进入了外交学院 工都研究生 大家看他的这个研究领域啊 是美国研究和公共关系 由此可见 这个外交学院也不咋地 所以这一次 有人说嘛 瞿静这个危机啊 一个人打了三家 不只是对百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也打了新华社啊 和华为的脸 因为这是他前两家工作单位嘛 我看是一个人打了四家 这里面还包括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哪个 啥专业最牛逼 一个是外交系 一个是高翻 高级翻译 除了这两个系以外 都很水 你看看 瞿静今天这个做派 他研究美国都研究了啥 他可是外交学院 搞美国研究的研究生 美国的大企业 是这么对待员工的吗 美国大企业 负责公关的副总裁 是这么对外发声的吗 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奇葩 那更不用说 他在视频里 还涉嫌打击报复 举报人 因为曾经有 他的员工举报他嘛 把他在公司内部 搞一致禅案 非法收集 整理 存储 甚至传播 有关中央领导 各部门一正两负的 私密信息 闹到这种程度 人家把这个举报信 打印了三百多份 在百度公司内部 每个桌上都放了一份 那这种情况下 有哪个美国大公司 有品牌的公司的副总裁 会这么干 说明了 美国研究实在是扯淡 他没研究啥 公共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有你这么搞公共关系的吗 对吧 这是国家学院 后来他在新华社国内部 中央新闻采访中心等 担任记者职务 新华社国内部 从外交学院 而且搞美国研究的 招这么一个来 也是非常奇葩的一个事情 央彩中心 那更是新华社 人才记记的一个地方 那据我们了解 不能说了 他在新华社的经历 涉及国家机密 但不能这么 不能说 要讲纪律 直接奔华为 2015年 趋劲啊 离开传媒行业 进入科技行业公关领域工作 直接去了华为 担任公共及政府事务部的副总裁 他怎么去的华为呢 也和这一次爆料的一个公共人物有关 这个人啊 叫明经维啊 明经维啊 也是这个新华社 原来相当级别的一个干部啊 曲静啊 是他的同事啊 明经维去了这个华为啊 不到一年就给踢出来了 因为华为在深圳的老大 当然就是啊 任总 但老二啊 叫陈立方啊 陈立方那是在华为内部啊 跺一脚去低洞三摇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结果这个明经维啊 写稿子啊 把脑子写傻了 到了华为以后 没伺候好这个陈立方陈总 陈立方啊 就巴不得一脚把他踢开 终于啊 明经维啊 介绍进来了一个人啊 特别懂事 特别会来事 特情商特别高 啊 还认识中央很多领导 那陈立方一看 那就你介绍来的就让他顶你吧 哎 曲静就顶了明经维 所以这一次啊 明经维在他这个民书杂谈里边 也出来爆料 啊 总的意思是说啊 曲静这个人啊 不地道啊 我把你介绍进了华为 到后来我问你点事 你都不搭理我啊 那更有甚者说啊 曲静离开新华社以后 删了大量新华社 他同时的这个微信 只留了几个和他个人有关系的 对他有用的啊 这些东西啊 说实话啊 别人姑且说之 我们啊 姑忘听之 都当不得真 说实话 像明经维啊 你既然离开了华为 而且是 主管你的前 高管啊 陈总 人家瞧不上你 让你滚蛋的啊 招了个人就来顶你的 你还跟这个人打听着打听着 人家当然不能告诉你了啊 我认为是这一点上取经无可置责啊 无可置责啊 这一点是咱们必须啊 得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角度和看法 那这里面他离开 华为的最关键人物是谁 大家知道吗 孟晚舟啊 孟晚舟的事情我就不用多说了 地球人都知道啊 经历了千难万险啊 是老大啊 亲自发了一百多次指令 把他从加拿大人的软禁当中解救出来啊 但是啊 这个孟晚舟回到中国以后的第一个事情 大家知道是什么 就是开除了取经 坦率的讲 有人怀疑说取经有这么大能量吗 他能够得上孟晚舟吗 哎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啊 那取经的老板 这个陈总 这个陈立方啊 儘然已经成了啊 华为深圳的灵魂人物啊 除了任总是老大 他就是老二了啊 在华为内部也激起了很多的反响啊 那人家孟晚舟啊 原来在北京办公啊 可以说 北孟南陈 北方就是孟晚舟说了算 南方就是陈总说了算啊 但这次人家从加拿大营救回来以后 要挑大梁了啊 人家就要回深圳 回深圳以后啊 那你这个格局就要变啊 不想变 拒绝变的结果怎么样 那就要被扫地出门 但是人家毕竟资历深啊 扫不动你陈总 但我就把你底下这些啊 跟帮的狗腿的 给你扫干净 所以孟晚舟到了深圳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渠静给开了啊 那这些人啊 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啊 渠静啊 知道在华为日子已经不久了啊 就动了心思要跳啊 他们在这之前啊 跟各大互联网公司 包括像百度的Robin李这样的啊 就折腾啊 Robin李啊 就是那种典型的IT男 别看他又流美 又折腾这么大公司的大老板 这个人啊 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啊 第一啊 怕老婆啊 第二啊 就是看人看不准 第三啊 好多事情他也不懂啊 那之所以说他怕老婆啊 就是因为这一次 渠静被开掉 也是啊 公司内部传言 是Robin的老婆啊 着急了 亲自从加拿大啊 连夜坐飞机回来 到了北京 开走的渠静啊 因为Robin这个人啊 脸皮比较薄 下不了狠心 动不了手啊 尤其碰上啊 在新华社 在华为工作过的高管啊 人也谈不上很丑 又有各种各样的情商也很高 会来事会POA Robin啊 早就被控制了 所以老板娘一看不行了 我去 这个再不回去 这个百度 既不姓李 也不姓马 就要姓渠了 关键时刻 老板娘出马 一个顶俩 把渠静给干掉了 把渠静干掉了 那这个事情啊 其实反映了啊 中国互联网 或者中国这些年 新兴产业的 他一个通病 就是不把人当人啊 那其实大家现在都在骂渠静 原来马老师这个 马云不也这么说吗 996是你的福分 996是你的福分 你怎么能抱怨呢 那和这个谁 这个渠静现在说 跟我谈什么 这个老公男朋友 跟你闹矛盾 工作太辛苦 有什么好闹的 我自己两个孩子 我老大的生日 我都不记得 老二上几年级 我都忘了 问保姆才知道上几年级 你有什么好埋怨的 中国的互联网文化 就是这么野蛮生长 就是这么奇葩 另外 渠静干的这些事情 你Robin里不知道吗 你百度的法务部 不知道吗 私下里违法搜集 中央领导的各种信息 万一泄露了怎么办 这难道不是又一轮 这个爆尿革命的开始吗 给党和国家造成了 严重的 威胁 而且他流露出这种气质来 不是第一次 早就有非常离谱的做法 大家知道吗 香港南华早报 曾经有一篇报道 今年的一月份 报道什么呢 那个 这个百度不是也搞 大数据吗 搞XGPT吗 他那个版本啊 叫Earney 那个东西啊 南华早报 今年一月份发表了一篇报道 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 也在玩 大数据模型 也在玩 人工智能 已经在 百度的Earney 这个平台上 进行了测试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中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啊 曾经用类似的模型 预测了啊 美军进攻利比亚 而且把下一步的这些 这个行动方案都预测了个挺准的 香港南华早报登出来以后 当天啊 百度股票下跌11% 为什么啊 你这就把北 那个百度和中国的军方联系起来了吗 那这一下不就是让美国制裁百度 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吗 百度就急了 那首要责任者是谁 当然就是曲总 你是公关啊 拜托啊 而且是人家南华早报北京的记者写的 你这个工作咋做的 曲竟啊 丢了面子 结果他干了一个什么事 后来有视频流传出来 开头 今天节目的开头我也贴出来 他弄了个小人 做了个小人 上面写着SCMP 就是香港南华早报的简称 然后他弄了根鞭子 劈了趴了在办公室 抽这个小人 这不跟香港那个扎小人是一个道理吗 更关键的是 你还让员工把这个事情给拍下来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更是中国互联网文化公司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 他人就是地狱 每个人都琢磨着 算计另一个人 你以为你是主管 你就能蹂躏 你就能把底下的员工欺负到极点吗 拜托啊 人家早就准备了一百条道路来弄死你 今天这些东西万炮齐发 不都是百度的前员工 瞿静的前下属 这么抖露出来的吗 那甚至有下属爆料他 为了搞定中央媒体的个别记者的报道问题 他鼓励底下这些公关部的小姑娘 去跟那些记者谈恋爱 这个都是中国公关界正常的手法 正常的手法都是这么干的 瞿静 拿着鞭子抽小人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百度当时就应该采取措施 这证明啊 他心态不正常 这证明啊 可能是更年期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 结果好吗 大企业病 看见这种危险 不管不问 一直发展到了 无法收拾的地步 到了今天 所以这都是百度活该 李延宏啊 他妈就是活该 那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 瞿静这事出事以后 大家都说百度的公关不行 那我反问一句 百度哪儿行啊 他的核心业务搜索行吗 瞿静的前同事 新华社很多的这个大咖 在很多年前就对百度完全成了广告商 一家独大 完全不顾及对客户的这个福祉 完全成了广告的一个搜索网站 表达过不满 表达过不满 那很多人比如说啊 那个上百度搜个酒店啊 你以为给了你 比如说啊 什么这个啊 万豪 你以为百度搜到的是万豪 真是万豪吗 不是 都是万豪 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中介 二道贩子啊 有人人家出差 赶紧上百度搜 哎呀 当地比如郑州万豪啊 号码打过去 这头漫天 你以为定上了 到前台入住不了啊 那个电话根本就不是万豪的 而是各种在百度上掏了钱啊 做广告推广的这个二道的贩子账户 这种事情多的是啊 这种事情多的是 更不用说他们跟老军医的深度捆绑 这和 薛京有关系吗 没关系 薛京去之前他们早就这么干了啊 那还有当年的魏泽西事件啊 是薛京干的吗 不是薛京干的 所以百度啊就是这种贱西西的互联网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一个我今天可以这么说 一个只用过百度 习惯了百度啊 对百度有依赖的国家 他就算实现了伟大复兴 也是从头到脚都贱西西的 不像个正经人下贱啊 那整个事情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薛京的事情还在发酵之中 哎呀 很多消息消息啊都晕过来啊 我呀实在是出于同情啊 没有过多的点评 今天啊 只把能说的啊 先说一部分 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留言 你认为薛京这个事情 真的只怪他吗 我认为百度就是一烂公司啊 那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 我认为薛京的帮助